一部电影就是一个世界 大家好,这里是电影有深度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上映于18年代记录电影《大三》 《大三》姓业,单名一个云字 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头也比较大 所以人们便给他取了这个外号 《大三》今年四张多,分五张的人了 可是身高却只有一米一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上天似乎特别眷顾他们这个家庭 两个哥哥多年前因为车祸去世 母亲也在一年前去世 现在只留下了《大三》和80多的老父亲一起生活 《大三》的父亲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老爷子 祖籍四川,19岁当兵 51年参加了抗美援朝 于57年转业,被分到了赤丰 从此也就在这里安下了家来了 父亲干了一辈子运输 大哥二哥也接了他的班 虽然后来出了事 但是《大三》依旧挺向往那种 开着车到处跑的生活 于是96年天经淘汰大发的时候 《大三》便和朋友弄理念回来 寻思在本地泡泡客运 可父亲却说什么也不同意 用他的话说 挣不挣钱令说 可千万别把人撞了赔钱 年轻气盛《大三》算是听不进去父亲的话的 老爷子硬,他也不转 不过得分对谁 对生活哪有什么硬汉呢 关于《大三》的那次创业 用他的话来概括 就是买了破车跑了破线 最后却赔了好钱 于是《大三》也就安静下来进了场 拿着一根比他还高的拖把 在城里的各处楼梯徘徊 不过表面上看着《大三》好像确实是人命了 带着他的心里却总还有一个梦想 15年春天的时候 《大三》和发小阿皮坐到了一起 他隐晦地提起想要去一趟允方的梦想 远 阿皮笑着说 那可是奔了俄罗斯了 《大三》也笑 说俄罗斯经济不好 别人领导人也挺忙的 咱就别过一天乱了 笑闹一阵 《大三》说起了他的梦想 那就是去一趟西藏 这个梦想藏在他心里很久了 还是0203年 他在朋友圈看到了阿皮在西藏拍的星空的照片 那一刻 《大三》就被击中了 而在一年的时候 他也曾婉转地隐晦地向阿皮提过 如果再去西藏 能不能带上自己 而阿皮也当时婉转地隐晦地表示了拒绝 《大三》对此能够理解 毕竟自己的身体条件摆在那儿了 如果真在路上出了事 这不是要阿皮内疚一辈子吗 不过四年后的今天 《大三》又把这件事提了出来 这次他很坚定 因为他感觉 说不定这可能是他人生中 唯一一次去西藏了 夏天到了 阿皮还没有给《大三》回复 于是《大三》独自去一趟北京 去北京玩没有那么多担心的 他小时候就经常坐着哥哥们的车去北京 父亲对他去北京玩也没有多大意见 想走就走 以前没工作的时候 《大三》都特别自由 现在有了工作 会更成熟的 不过《大三》依旧没有放下 那个要去西藏的梦想 哪怕是到了北京 逛的还是那些藏族风情的店 《大三》知道自己有病 父亲说的 小时候每次和哥哥们疯玩地回来 两个哥哥总是挨揍 而他只是挨骂 那个时候他没有其他想法 反而觉得那是最快乐的时光 《大三》常常在想 要是西藏也是北京这种距离 那该多好 他知道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自驾去西藏 如果路上真出了事 那阿皮后半生怎么过 还怎么进人 当然 《大三》能够体谅阿皮 可自己却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而人有时候如果不下狠心 是做不上什么事的 《大三》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那是9596年时候的事的 当时有个女同事特别爱跟他玩 那个女同事家里就一个母亲和一个弟弟 她的腿脚不好 小手衰的 导致后来走路不是很方便 当时那个女同事曾对《大三》直言 他愿意和他组建家庭 只要他一个回答 当时《大三》没有回答 于是后来也就不用回答了 而从这件事里 《大三》就学会了 人有时候做事 千万不能瞻前顾后 不然最后都会一事无成 所以这次《大三》不想给自己留遗憾 非要去一趟西藏 为此 他还找了同学借钱 用作路上的费用 秋天的时候 《大三》专门去了医院一趟 检查了一下身体 可是一个小小的血肠龟 也看不出什么来 再加上他出院这么多年 真遇到严重的高反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于是 阿皮再度劝《大三》打消这个念头 《大三》也头疼起来 记得以前姥姥在的时候 家里是姥姥做饭 姥姥走了之后 就轮到了父亲做饭 《大三》说 不管自己健不健康 都挺脱来人的 小时候哥哥们 从不跟他争任何东西 后来长大家产 也说都留给三儿 似乎自己已经活成了 家人的心病 所以他一直没有对父亲提起 自己想要去西藏的梦想 除了怕父亲担心 更多的还是一种羞难 毕竟一个被照过的人 怎么能够在德顿尽耻地 给人添麻烦呢 《大三》不愿意麻烦别人 不过阿皮却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大三》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有什么高兴的事乐于和大家分享 但是烦恼的事却从来不跟人说 从这一点讲 《大三》就比许多人强的太多了 他和他认识了二十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强烈地想要去西藏 阿皮很慎重 他得为了《大三》的生命安全着想 阿皮还给《大三》讲了些 三一八国道上发生的一些事 这条路不算太平 每年都要死一些人 可依旧有那么多人前伏后继 不为了其他 就为了喜爱 像阿皮他们 每次娶都要签下生死状 他询问了很多朋友 大家在了解到了《大三》的情况后 都不见绪 此刻阿皮就想从《大三》嘴里听他说一句 不去就不去吧 可是《大三》他就是不说 一五年一入冬 赤风就开始下雪了 《大三》很不喜欢冬天 哪儿哪儿帮应 冬得不行 他来到了墓地 拜祭自己的姥姥 三十年前他只用看姥姥 现在还得看看大哥二哥和母亲 上天实在是太照顾这个家了 由于《大三》不敢把自己的梦想 给父亲说 怕他担心 于是只能对着姥姥说 他们三兄弟都是姥姥看着长大的 现在大哥二哥又能被姥姥继续看着了 而《大三》则希望姥姥能够保佑自己 他也不能给人家承诺什么 绝对不出事 毕竟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事 所以他只能给阿皮时间 让他慢慢考虑 而在16年春节的时候 阿皮终于考虑清楚了 他觉得《大三》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 自己这个发小应该陪他走这一趟 就像《大三》自己说的 如果这次不去 可能这辈子也就去不了了 人应该是浪漫的 为了梦 不惜一切又如何 于是在16年夏天的时候 阿皮带着《大三》上路了 到了成都 仅仅稍作停留 去逛了逛锦里 虽然正经成都人基本不惯仅礼 但《大三》等人依旧玩得高兴 而这次父亲的短信也发来了 之前出门时 《大三》没有说真话 他告诉父亲 说自己和朋友去四川玩一趟 父亲没说什么 只是让他一定要带他去老家看看 去亲戚家里坐坐 人老了就是这样 都会越来越思念故乡 《大三》也答应下来 距离上次父亲回四川 已经过去四五年 但是亲戚依旧热情 非要留着《大三》在家里多玩几天 实在留不住了 又给《大三》装了好多土特产 这些都是父亲的心头好 他们一直记着呢 于是《大三》照收了下来 并照了合照 给父亲发过去 然后就继续上路 一到雅安 雨就多了起来 再把二郎山岁的移过 就到了海拔256的甘孜地区 而此时《大三》还什么感觉都没有 折多山 海拔4298米 这里常年大雾 路况复杂 是四川省境内 事故最多发的路段 所有的车到这里都是小心翼的 唯恐出什么岔子 《大三》看着那一辆辆 缓慢行驶的大火车 不知怎的 又想起了自己的哥哥 似乎现实就这样 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谁也说不清未来是怎样的 大概是心里想着事 《大三》到这里 也一点高反都没有 当然 人也不总是这么幸运的 在被誉为中国盛影圣地的新都桥 《大三》高反了 坐在车上还好 但是一下车就有点想呕吐的感觉 心跳也快了起来 阿批询问他头疼吗 《大三》摇摇头 那就好 只要不头疼就还好 多休息 少出烟就行 毕竟《大三》从没有上过高原 一下上到三千多 肯定会有点反应 《大三》听了阿批的话 也就放下心来 可是阿批的心里却并不轻松 他一路上都在测试 《大三》的血氧浓度》 到了礼堂的时候 《大三》的血氧 已经掉到了八十度 要知道在高原上 如果血氧浓度低于90%的话 是极引发脑水肿和肺水肿 并危及生命 这一路上阿批都提心吊胆的 但是一直瞒着大三 不想给他过多的精神压力 阿批一路上都在尽力地照顾着大三 除了完成他的梦想 阿批更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过了然无措 大三父亲电话打了过来 原来是这几日 大三没有和父亲联系 老爷子担心他们 大三依旧没有给老爷子说实话 只说自己和朋友还在四川转悠呢 老爷听到这个话 还以为是他们找不到玩的地方呢 于是便给他们出主意 让他们去都江宴和九寨沟玩 出来后再上峨梅 然后再去乐山看看大福 这一趟也就差不多了 老爷子的路线倒是规划听好 但是他不知道的 确实此时大三已经进葬了 当然 大三也不是打算一直瞒着自己的父亲 在出发前 他就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公有猪猪 让他过几天上门告诉老爷的真相 猪猪很听话 提着烧鸡就上了门 隐晦地说出了大三此行的目的地 老爷子听完之后就气不大一处来 在他的印象里 西藏有啥好玩的 再说了 大三什么身体素质不知道啊 就不能好好地掂量掂量自己 当然 气归气 担心归担心 但是大三已经进葬了 老爷子也不可能跑过去 再把他抓回来 西藏有啥好玩的 老爷子想不通 但是大三却觉得挺不错的 他原先挺害怕藏民的 可是等到了藏地 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 大三又觉得挺不错的 他们震惊于大三这么小的一个身体内 蕴含着这么动人的力量 能从那么遥远地方来到这里 自然能够令他们钦佩 而大三看着自己脖子上 藏民信的哈达 也不由得感慨万分呢 盟族也有这些俗 但是自己在内蒙 生活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得到过一条 却想不到今天在藏族同胞这儿得到了 拉萨 西藏自治居首府 海拔3658米 大三等人终于到了 他拒绝拉皮背他上去的好意 只是自己一个人爬着长生的阶梯 并感叹自己来一趟布达拉宫 实在是不容易 完全就是找罪手 不过话是这样说 但是大三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等他转动起转经轮的时候 并没想着前世姻缘 来世果报的事 他就想着这辈子 自己就活得挺费劲的 就想着自己的两个哥哥 他们就只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兄弟 这件事挺让人遗憾的 布达拉宫逛了一圈 大三又买了许多的纪念品 并且看到了一个磕长头的孩子 不知怎的 他突然告诉阿皮 他想去看看朱姆拉玛峰 阿皮很头疼 在他原本的打算里 拉萨就是此行的终点 可谁知道大三突然要去珠峰啊 那里气候很恶劣 他十分担心大三的身体状况 他有心劝大三什么 日出日落的都是扯淡 还是命最重要 但是大三还是那句话 来都来了 如果这次不去看看 可能一辈子都看不了了 无论怎样都得挺着 即使吸着氧气 也要去看看 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 这里的环境很恶劣 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二分之一 没有几个人能在这里坚持下来 可谁知大三虽然也呼吸困难 但是血氧居然在这里还能维持到84 似乎真的挺适合这里的 大三笑笑 稍微休息了下 就给珠珠寄去了明信片 并告诉他 这张明信片是从哪里寄来的 珠珠脑袋不是很联光 他告诉大三 等下次再来一起去 他骑着三轮带着他 大三笑着答应下来 那天 大三在珠峰山脚下坐了很久很久 你不亲自看他一眼 是体会不到那种美丽的 而这些 像大三说的一样 都是人生大事 人们都说来这里能够净化心灵 但大三不这样觉得 他觉得自己心灵已经挺纯洁了 稍微净化净化就行 而关于其所证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他从不祸害人 而回血路上 大三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来之前 他已经写好了遗书 要是自己这档出了事 就会由珠珠交给自己的父亲 而遗书上面内容 则是关于他借了同学的钱 得记着还 还有自己这么些年了 已经活成了父母的心病 如果自己走了 那么父亲的心病也可以解决了 信到最后 他再次安慰大家 不要把自己的离开 当做悲伤的事情 也不要去怪阿皮 毕竟 从一开始 自己就是奔着美好去的 当然大三没出事 这封遗书 自然也没有拿出来的必要 他回到家 依旧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 以及买彩票 这件事他也坚持了多年 关于中五百万的梦想 也在脑海里掩饰了多遍 免得到时候 珍重了自己会措手不及 听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大三 是上映于2018年的一部纪录片 讲述了一个 只有一米一男人 不惜一些追逐自己梦想的事情 与我们所见的 大多数的展示 边缘人物的作品不同 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 是一种温暖的力量 当然 底色还是悲凉的 如大三的遗书 以及对自己的认真的理 但是我更愿意选择性地 欣赏那些 比较正面的东西 就像我认识的一个 准备卖了房 自驾全国的哥们 和一个从南京骑车 去拉萨的姑娘 我愿意把他们的这种行为 看作一种正面的力量 因为他们不像我 跑了这么多地方 已经不会再为了一次 日出而流泪了 他们懂得美丽 知晓浪漫 他们还感性 他们永远年轻 最后 人生短短几十年 谁又能弄清楚 生活是个什么东西呢 或者它本来就不是个东西 所以我们最终需要证明的是 我们究竟是不是还活着 以人的灵魂而活着 仅此而已 所以 出去走走吧 别再那么累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解说 喜欢我分享的 电影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个关注 防止迷路 这里是电影有深度 一个只分行好电影的 丁姐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